好 蛤 有沒有 把那個鹹蛋啊 很均勻的裹到那個 全部都會上 對對對對對 就差不多是這樣 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是樂咖 今天教大家金砂小卷 那就讓我們看下去吧 好 首先因為礙於時間的關係啊 所以我們的小卷都已經砂好了 砂小卷的部分啊 下次會做一個完整的影片 然後來教大家怎麼砂小卷 然後首先我們就是 先水滾燙小卷 好 現在水滾了 然後我們就把小卷丟進去裡面燙一下 稍微燙一下就可以了 稍微是多少 就是燙個幾秒就好了 要起來了嗎 蛤 還沒啦 你說幾秒就好 幾秒 差不多60秒而已 也是幾秒 沒有 就是讓它表皮啊 縮起 縮起你知道嗎 給它的表皮縮起 都會縮 讓它表皮緊實 因為等一下會比較好上粉 好你看 差不多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現在 然後我們稍微沖個水 稍微沖涼就好了 好 好 接下來我們把小卷啊 穿燙過以後 然後我們要上兩次粉 然後第一次先上酥炸粉 就是一般市面上看到的酥炸粉就好了 然後上完酥炸粉以後 我們再上地瓜粉 嗯 這樣子 這樣子 那這是什麼 酥炸粉 我們用乾的 然後下去抓就好了 又不用再去調水 這是你說的 你師傅嗎 對對對 那多少 我看一下 讓我觀察一下 比例耶 比例我到時候會打在旁邊 其實這個也不用什麼比例 你看 只要抓到它表面上 然後那種粉就是這樣咻咻 然後黏在上面 不要水水的喔 因為這個小卷呢 它表面是很光滑的 所以如果你只有單純上地瓜粉的話 它下去炸的話 它還會黏 而且很容易脫粉 所以我建議先上一次酥炸粉 然後再上地瓜粉 好 然後我們上完後 放在地瓜粉上 然後接下來就是地瓜粉 我們上完絲粉以後就上地瓜粉 它用麵粉嗎 你是說第一次粉還是第二次粉 其實也是有人用麵粉 為什麼 就是我去看那個西餐的 好像都是用麵粉 它擦在哪裡 擦在那個口感上 口感的問題 然後可是為什麼會用 第一次會用酥炸粉 因為酥炸粉已經調好了 它裡面有餐雜即逝粉 所以你去炸起來 就是它是一個金黃色的粉 好 這樣你看 很充分的裹均勻就好 所以第二次也是可以改善麵粉 可是第一次是要用麵粉 沒有你可以第一次用麵粉 可是它抓粉的過程 抓粉的過程 是不一樣的 下次我們有機會再來拍的那種 那 那 因為有的人家裡就沒有那個 嗯 就沒有 地瓜粉 就只有麵粉 那可以去買啊 呵呵呵 沒有咧 我去想怎樣 我們老婆家只要尿氣 我不是講尿氣嗎 他有尿受過 好 再來 再來啊 就是我們要丟下去炸 之前油 油溫 油溫大約是在180度到200度之間 阿你怎麼這麼炸啊180度 200度 沒有我最主要都是用看的 對 因為你外面啊 人家在做那種 就是電子油炸鍋 它調的溫度大概都是在180至200中間 對 這個可以用氣炸鍋再炸再炸再 可以可以可以 這個也可以用氣炸鍋炸 阿也是 方法也一樣啊 對 然後我們油溫要高一點 因為我們這次油比較少 所以它 下去溫度很容易掉 所以我們油溫要稍微高一點 然後我們這個你看 這個地瓜粉 然後我們丟一點點 有沒有 這樣很快浮起來就代表可以了 嗯 然後我們就丟下去炸 一次炸 對 它會糊掉嗎 怎麼糊掉 有的一整頭下去就糊掉了 沒有啊 因為它的油溫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它這個外面有一層乾粉 所以不會有這個問題 然後有沒有 阿這個要炸的 蛤 你剛剛不是有炭燙過嗎 對 熟了 但是我們要 最主要就是要讓它表皮搶輸 所以我們要二四回炸 這很麻煩 也不會很麻煩啊 我們等一下就是撈起來 你看 它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嗯 然後我們就可以稍微先撈起來 先撈第一次起來 這樣用意幹嘛 這樣的用意啊 為什麼要二四回炸 因為啊 你的小捲 你再持續讓它一直炸 它會一直持續的脫水 所以如果你一直讓它炸的話 它會吸到沒有味道 你知道嗎 而且那個口感不好 你就是讓它一直脫水一直脫水 它一吃起來會爆爆 然後我們先把油溫搶高 你看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稍微把油溫搶高 對 然後搶高以後 我們再把 中捲再倒下去 對 你要稍微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 你看 拍一下拍一下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 倒下去 那我怎麼知道要怎麼那個 嗯 要怎麼看 第一次要活著 第二次 又要活著 其實它很快 前後其實都不到一分鐘 對 你看 你可以用摸的啊 有沒有嗎 你敢摸嗎 你看 這樣子 然後表面這樣硬硬的 濕濕的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外酥內的 對 如果炸太久的話 它會潤潤啊 炸太久 對 真的 嗯 嗯 這樣就好了 差不多啊 這樣熟了嗎 這樣熟了嗎 熟了 已經熟了 好 老闆就是倒下來 好 好 其實這樣就可以吃了 對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樣有味道嗎 蛤 有 因為它本身是海鮮嘛 嗯 所以它本來就會鹹了 一點點鹹 然後我們把這個油啊 這個不沾鍋不用再洗了 然後我們倒一點點油下來 多少 差不多 一匙 沒有喔 要兩匙 對 因為我們要炒鹹蛋 要把它炒勻 要把它攪勻 你知道嗎 所以 油要比較多 我們用小火 然後把鹹蛋這裡大約是一顆的量 我們量比較多 所以我們用一顆 然後市面上外面的金沙啊 都是用鹹蛋的 啊因為我覺得 大家用鹹蛋啊 會比較方便找到 你知道嗎 會比較方便買 因為鹹蛋你還 鹹蛋黃你還要先蒸過 然後再剁碎 然後這個部分啊 鹹蛋的部分啊 你要先 你要稍微剁碎一點 啊不然你在攪的時候 喔 它也沒好攪 對 它也沒嚼了 怎麼會把它炒好起泡 啊你也起泡 蛤 待會兒你看你就可以了 這個時間 還沒好了嗎 還沒了還沒了 還沒了 它還沒了嗎 要把他那些冷湯炒爪 對 你有沒有避到嗎 沒有啊 你沒有避到 要再這樣 好 有沒有 它這樣融化呢 就好了 阿妹阿妹 然後這個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稍微下一點點糖 為什麼 蛤 太鹹 它這樣子啊 味道會比較中的一點 然後如果你要配酒的話 好我建議再多下一點點鹽吧 但是如果我是 家裡自己要吃的話 我就是 下糖跟味精就好了 喔 因為要味精啊 你也可以不加啊 對其實這個粥捲本身就蠻鮮的 我們下 大約 一小匙 阿妹這還要加雞粉 不用啦 這海鮮為什麼要加雞粉 笑囉 然後一點點胡椒粉 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們要先鹹蛋 炒到一半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稍微加調味料下下去 不然它不會嚼 它不會嚼啦 要把它攪勻 是一般的胡椒粉還是胡椒鹽 胡椒粉 其實如果你有胡椒鹽的話 你就下胡椒鹽就好了 阿那就不用加鹽糖來下 對對對 是這個意思嗎 對對對 但是我沒有胡椒鹽 喔 你有聞到香味嗎 有啊 好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把我們的 小卷下下 好 然後翻一翻 要翻多久 然後 蔥花 好 要翻多久 好了 已經好了 它要加點少 對 翻個兩下就好了 不要炒太久 欸 好了呢 好 好 好 接下來又到了快樂的試吃時間 然後炒起來就是差不多是這個樣 它比較沒有 用鹹蛋炒比較沒有那麼 金黃色 沒有什麼沒有那麼香 一樣很香 來喔 你試一下 試聊一下 啊 再來好多一點 再不問問 不會 不會喔 剛好 表皮很爽的喔 嗯 你看 吃一個看看 吃這個柔柔 你不是不喜歡吃柔柔嗎 不會啊 那種金沙的 我很喜歡吃柔柔 外酥內嫩 然後你外面啊 那個表皮上啊 有充分的吸到那個 鹹蛋黃的香氣 你懂嗎 嗯 你吃的時候有這種感覺嗎 有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問過你 嗯 好 有什麼問題 這個放久的人會 會吸心嗎 會 它會不會被沒了嗎 會 你只要放久它會 因為它 裡面還有一點水分 它會出水 所以你這個炒完要趕快吃一吃 不然它一樣會軟掉 而且那個鹹蛋啊 加益油啊那些 它一樣都是水水的嘛 對你只要稍微再放個十五分鐘左右 然後它一樣就軟掉了 但是如果鹹酥的話 就比較不會了 嗯 因為它沒有 含水量沒有那麼高啊 嗯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可以 這如果不吃海鮮的人 可以換什麼替代方案 那個 杏鮑菇 菇類 菇類 菇類也可以 嗯 對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跟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